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该向前走 老婆 你这腿现在好点了吗 我感觉好多了 你不用担心我 好多了就行 今天不会找共同请假的第二十天了吗 我会带回工地啊 没事 我一个人在家穿好了 你该去你就去吧 这二十天 这工地上应该还有好多活要干 是啊 那老婆 在家好好照顾自己啊 有什么事打电话 我密码就过来了 没事 我先去吧 好 小王赶紧干活 宫德 宫德 我请假服量了 后来干嘛 不是宫德 回来工作啊 工作啊 你还有点工作 回来上班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走多少天了啊 工地上已经没你的位置了 你走吧 该干嘛干嘛去 别在这烦我 空头 我可是亲自找你请的假啊 难道你忘了 二几天前 我老婆为救一个路人 被车给撞了 她腿都走不了路 我辛辛苦苦在家照顾她 你说 你还可怜我 你说 可以啊 我就 赶快回去照顾她了 没想到 我过来 所有开除 工头 我想您肯定弄错了 我这找您请过假的 你这怎么能会开除我呢 赶紧干活 找我请假啊 我说能让你回家几天 你这回家几天 咔咔回家二十天 工地还干不干了 你不是回家照顾你老婆吗 回家照顾去啊 咱工地啊 现在不学人了 你来干嘛干嘛去吧 滚蛋 工头 我给您跪下了 我跟老婆还生了病 我本来就花钱 花得快花完了 你就 不能见死不救啊 工头 工头 我这没学历没文化的 我就会干点苦力活 我没得跟工作 我怎么办啊 你看怎么办 怎么办 没得跟工作 我跟一家老小 怎么活啊 别到这儿帮我了 哎 这你们干啥吗 董事长 董事长你怎么来了 走啊 咱公司也有规定啊 大哥 来快起来 这是谢谢姑娘 哎 大哥 是你啊 你给我 是你 哎 董事长 董事长 快起来 董事长 姑娘 你这儿干嘛 董事长你这儿干什么 我可受不住啊 大哥 这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给他跪下来了呀 董事长 你这儿干嘛 你怎么给他跪下了 我给他下跪 当然是因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了呀 要不是当初他老婆救了我 我怎么可能还有今天呀 当初他老婆救我以后 腿都被撞伤了 你啊 怎么回事啊 姑娘 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儿的董事长啊 董事长 你可他为我做主啊 这空头 我二十天前给他请假 今天过来上班 他说 要开除我 说个 不缺员工了 就让我滚 董事长 你可他为我做主啊 没事大哥 我帮你做主 长工头 怎么回事啊 董事长 这当初 是他请假 但是请的时间太长了吧 这 这都二十多天了 这咱工地上的工友们都有意见了 凭什么他可以请那么长时间的假 这 你说这来了 我总不能说让他直接去上班吧 这我不是 让其他的工友们看看 这给他个教训吗 对不对 这 这也不是我的错 这 你让他继续上班就行了 他给人家机会 人家都跪着求你了 你给人家机会了吗 董事长 这 这我不是刚 刚准备给他机会 你可来了吗 行了 别说了 你啊 直接去人事部 私职得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 大哥 董事长 我 我这有老婆 有孩子有家人 我这辞职了 我家人怎么办呀 怎么办 那你都没有想过 人家老婆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怎么办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董事长 大哥对不起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董事长 没有机会了 你啊 还是赶紧去领导工资 赶紧找人吧 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大哥 走我们走 董事长 董事长 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董事长 董事长 大哥 感想欠你走 哎呦这都吃了两个小时了 这事果然走了 进 哎呦玛丽来了 经理啊 通说你找我 对 嗯 我们公司决定了 给你加薪 再给你升职 升职加薪 对 这是为什么呀 嗯 事情嘛 是这样的 喂乔建民 喂鲁董 那个你们这公司 是不是有一个叫玛丽的姑娘啊 玛丽 对呀 有啊 就是我 我就想麻烦你 然后给你们的李总说一下 给这个姑娘 再来工资 和你们李总 不是合作伙伴吗 哦对啊 陆总 你 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因为 这位我今天在路上 低远糖饭了 晕倒了 这位叫玛丽的姑娘 把我送去医院 还给我付了医药费 还在那照顾了我一阵子 姑娘人挺好的 我这是为了报答她 哦 这样啊那行 那行路董 我再去跟董事长 对吧 行 谢谢常见你 哎好 啊原来是这样啊 对啊 事情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财经成绩下线 是啊 他是董事长 知道没人也没跟我说呀 你不知道董事长吗 不知道 他企业做的挺大的 跟咱们公司啊 有长期的合作 这次来的专门打电话过来 就是为了给你升职 加薪 哎 以后 以后市场部的经理 就是你做一个什么 哎 行 谢谢经理啊 反正你业务能力也不差 我这边跟董事长回报过了 你这要没什么事 就去社会报道 去 做一下这些工作一下 行 谢谢经理啊 哎好 那我先下去了 好 不仅旧人 还能算是加薪 哎 你好 是玛丽吗 啊我是 我是 我是方元集团的董事长 我叫卢德纲 也就是 昨天 佩吉沈 介绍那个相亲对象 啊 是你啊 哎姑娘 你不要责怪佩吉沈 他没有告诉你 我是董事长 昨天 你在马路边 就是 救的那个人 也是我 就是那个农民工 哦 是你啊 那天 我假扮成农民工 想去看看佩吉沈 给我说的那个对象 看看她 是不是嫌贫爱护的人 可是没想到 在路上 踢月堂犯了 就晕倒了 哎 不过这还挺好的 多亏了姑娘 多亏了这场意外 才让我知道 姑娘人心肠那么好 佩吉沈 平常只让我看了一下 你的照片 哎 多亏了你那次相救 我才知道 姑娘这么的心力善良 通过护士的嘴里 我才知道 你在那公司上班 哦 对 哎 你们的那个董事长 和我是好朋友 要做伙伴 而且你们的长经理 尽量和我吃饭 你就让她 给你升职一下心 毕竟 这么好的姑娘 也是我心仪的对象嘛 就 想问问你 愿不愿意当我女朋友 挺不好意思讲的 哎 我当然愿意了 真的吗 玛丽姑娘 那太好了 一个小时后 我开车在你楼下 建议出去吃饭去 嗯 行 那我现在回去收拾收拾 哎 行 大家等着我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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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